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新传媒的阿弹 杨志龙 今天呢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厨房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道菜 叫做 健康炒五营 不是营酥的营啊 不是爱拼嫁营的营啊 是健康 营养的营 OK 为什么叫健康炒五营呢 因为你看我用的食材呢 是五种颜色的蔬菜 而且它们全部都有不同的养分在里面 先来讲一下 这个是西兰花朱克尼 这个西兰花呢 它有什么好处呢 吃多呢 第一 它很容易消化 第二呢 吃了它就可以帮你提高你的免疫力 就不会这么容易生病了 蘑菇 OK 蘑菇大家都知道它有很多的好处 那其中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 低胆固醇 大人跟小孩都可以吃 OK 老王K都很喜欢的 辣椒 可以放一点点 这个辣椒可以增强你的食欲 然后再来呢 它有一些维生素 A 啊 C 啊等等的 所以对身体也是很有益的 胡萝卜 大人都爱的 这个胡萝卜 对什么有益呢 因为它维生素 A 很高 就是维他命 A 很高 所以呢 对你的眼睛 还有对你的肝都非常的有益 Baby corn 玉米笋 这个玉米笋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在网上呢 看到有这个资料说 吃这个玉米笋呢 它可以降三高 OK 所以呢 还是要问一下你们的医生 你们可以吃什么哈 但是今天阿伯呢跟你们介绍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这道菜的营养在哪里 然后我们只需要一点点的蒜 OK 我们先来开火 我已经准备了水 要把它的水煮开 好的 水滚了 现在我就先把 这个玉米笋 胡萝卜 放进去 因为这两个要煮比较久 所以我们先把它放进去 好 水又开始滚了 那些食材也开始鼓起来了 我们就把这个西兰花也放进去 这个水呢 事先我已经放了一些盐在里面啊 好了 滚了 把火关掉 把它捞起来 我们是要过于煮那个西兰花 不然等一下那个西兰花 全部就不好吃了 就老掉了 好了 你看颜色很好看 好 把它放一边 现在先把水捞掉 炒个几分钟就好了 现在就热一下锅 先把那个水给擦掉 不然等一下那个油一进去 要叮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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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货带好了 好放一点油 我选择的是 橄欖油会比较健康一点点 可以油少许 不用太多 这样子吃起来会比较健康 调味料很简单啊 只要一点少许的胡椒粉 然后一点点的酱青 用中火去热那个油 然后把蒜放进去 先把这个蒜泡香 这个相信所有的阿公阿嬷们都应该很厉害了 就不用多说啊 OK 听风色了 现在我们就要把蘑菇给放进去 因为刚才蘑菇还没有煮过嘛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蘑菇放进去 好 蘑菇煮好了 好 其他的刚才的那些食材呢 再倒下去 我就听到那个声音 哇 炒菜现在还有一些声音 再翻炸 哦 好香哦 哦 好香哦 辣椒这个时候才放下去 因为你太少放啊 我跟你说很香 而且很辣 就放一点酱心下去 少许的胡椒粉 我们可以放一点点的 麻油 一点点就好 不要太多 不然等一下那个麻油味很重 OK 现在可以 我开大一点点 开中火 炒一炒 肚子饿了吗 肚子饿了吗 看到这道菜有没有肚子饿 OK 好了 哦 肚子饿了 哦 肚子饿了 哦 肚子饿了 就这么简单 好 希望你们会喜欢 然后自己在家里也试着住 OK 煮这道菜来吃 对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 最重要就是要保持身心愉快 Yay 拜拜